1957年,杨振宁和李正道,因其出入相互作用下的语称不守恒,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 然而,这并不是杨振宁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。 杨振宁和米尔斯于1954年提出的《杨米尔斯规范场论》为20世纪后半叶的基础物理,却勾勒住一个基本的框架。 1954年,10年32岁的杨振宁和年轻的博士后米尔斯不期而遇,被分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,正是这一历史机遇,使他们有机会共同提出了具有化实在秘密的贝埃贝尔规范场理论,是粒子物理中最成功的一种理论。 理论与实验相比较是惊人的相符,因此可借助于与量子电动力学的类比,弄到出一种别的相互作用,也可以适用的新理论。 他们还发展了早些年由德国数学家艾尔等提出的规范不变思想,即认为物质性质的对称性,不变性在物理学中可能有更普遍的意义,认为应该把这种思想通常的研究联系起来。 并引入数学当中的群来表示场的各种规范变换,以此为基础,他们开创了规范统一成论的新时代,然而,当时引入的杨米尔资场,只是从纯粹数学上的要求而引入的,还不知道可以用它来了写真实世界中的什么性质,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。 直到了1964年以后,人们才在弱相互作用理论的发展中找到了它的用处,原来它就是传递弱相互作用的中间玻色资场。 在弱相互作用的理论问题,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,美国的温伯格、格拉肖和巴基斯坦的萨拉姆呢,又是图巴扬尼尔资场所引入的NSPO2变换扩展为范围更大的理论,最终他们建立起弱变统一的物理图景。 另外,规范畅理论在对强相互作用的描述上也取得了进展,即人们建立起了妙子色动力学,目前,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获得了成功,如可以说明夸克的禁闭现象。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雷推崇杨正宁,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裁的三个理论,物理学家之一,杨正宁的博士论文导师,清单之父爱德华特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